尽管哥伦比亚大学挺拔反应示威 断随了警方的清场而终止 但是围绕在校园的反游主义的争议还没有停歇 在8号校方就宣布三名本科院生的管理者 因为交换了反游言论的短信遭到停止 周一哥伦比亚大学宣布 三名本科生院的院长级别管理者被停止 因他们在5月的一场应对校园反游主义的研讨会上 发送了不断的手机短信 包括古老的反游叙事 这三名管理者包括哥达本科学院副院长兼首席事务官 本科生事务院长 学生家庭支持助理院长 他们在研讨会上交换的短信被周围校友拍下曝光 国会议员在调查中公布了这些短信 其中言论包括发送呕吐的表情包 称研讨会主要目的是筹款 指犹太学生享有特殊待遇 嘲讽他们需要学校特赦地点相互拥抱来应对反游主义 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各地大学掀起挺拔反译示威活动 哥伦比亚大学示威学生 一度支起帐篷营地并占了教学楼 校方于四月底授权纽约警察入校清场 随后示威浪潮伴随着暑假的到来 演起西谷 不过当前 哥达仍在联邦的反游调查中 哥达校长沙菲克指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 这些言论都是无法被接受且令人沮丧的 他还表示哥达将在今年秋天开设应对反游主义和歧视的培训项目 风浩卫视陈飞飞张兆宇纽约报道